《金刚萨都法会》 有些是在网络上参加 有些是在真正的经堂里面参加 这个时候大家应该说 我们的罪业轻了很多 以前造的无恶不作的这些人 这次确实是清净了很多 那么希望很多人回到城市 回到自己的工作和家庭当中的时候 也尽量不要以烦恼来造罪业 当然这个说起来很简单 实际上当你遇到对境的时候 确实也是贪嗔痴的对境是相当的隐忧人 很难控制的 但是我们要有一种解脱的心 这种解脱的心每个人都是想的 人生是那么那么的难得 而且我们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了殊胜的大乘佛法 然后已经自相续得以清净了 在这么好的机缘当中 如果我们还没有继续下去 然后今天好好地忏悔 明天又开始不断地造 越来越严重的话 非常的可惜啊 当然有些人可能跟前世业力的原因 就是今生当中做善事 修行善法很费劲的 有些人稍微垫一下就可以 这是每个人的善缘和业力 确实是不相同的 但我希望你们一方面还要不断地学习我们的佛教 我在不同场合当中也再三讲 我们佛教团体的整个数字并不是很高的 说时代的 在这个时候 我们自己不光是一个佛教徒就可以了 哪怕是听一堂课 听两堂课 一个月当中你听了多少堂课 自己看了多少书 作为一个佛教徒 比如说你是任何一个企业 你对这个企业什么都不懂的话 到别人面前很不好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要不断地学习 供顾自己的佛教知识 提升自己的佛教水平 这是当前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在这边也是他们很多人跟我说 包括国外的人 国内的人说 如今最有系统性的 最有次第和完整的学会 就是我们这边的学会 很多人也是有这种说法 但是也许是可能成了夸张 也许是我们方圆整个世界的时候 确实也可能有一定的系统 但我自己认为 菩提学会以后不会扩大的 因为扩大的话 一方面压力也比较大 到一定的时候可能无法受识 以后可能人缘不一定越来越少 因为真正参加的这些人 我想要尽量地精选 精华 这些人也真正地成为一个理论上对基本的佛教道理完全明白的 修行上每一个人 至少五十万加薪已经圆满的 而且自己众生很认真地去修行 我自己的目的 我并不是特别追求人很多很多的 人多的话 一方面有些事情也复杂 我们管理起来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说 你们以前参加了的这些人 当然如果想退也是可以的 但以后我们学会 我今天也是给大家声明说得比较清楚一点 我在十年前说的有些话 我现在也在记得 所以我一般自己说过的话 自己也是记在日记本上 以后基本上是按照这样来去执行 这样我们的学会将来可能是比较难的 但出去很容易 因为我们这里也没有给任何人签什么合同 你要想走的话 就自己 我不来了 可以给祖长说个网语 我现在身体不好 已经出差了 我去出国了 有些都是根本没有出国的 然后自己在家里就消失了 我现在已经出国了 这样我们出去很容易 进来以后可能我一直在研究 现在我们这里从制度上慢慢慢慢一年比一年 有些地方暂时可能一段时间 以后这个方面有这么一个事情 但是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我也希望凡是真正学院的人不要好像整天都是一种形象一样 虽然扫相拜佛 做善事 功德很大的 但是这个在当前来讲还不足够 一定要有一定的知识 有一定的修行 大家都虽然很忙 我也知道城市里面的人 不像我们有些出家人一样 包括这次我看很多道友每天都是关机的话 过一段时间你们肯定受很多人的批评 你为什么要关机啊 有些肯定要说方便网语 我出国了 我因为参加一个公司的培训班等等 这个可以 佛教当中也特殊的可以 那么这也是什么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有一个比较真实的一种学习 所以希望我们以后佛教徒 一定要提升自己的佛教各方面的一些理论知识也好 修行体系也好 再加上你如果是成为一个佛教徒 慢慢慢慢 就不是一天两天就马上变成了 现在很多人认为是办个皈依诊就可以 其实皈依诊不是很重要的 我记得在《毗奈耶经》当中 光是皈依不一定要去法名 现在很多人非要去个法名 法名去也可以 但是受戒律的时候 受戒的时候 出嫁的时候 一定要由清教师来给你去一个名称 一般来讲皈依的时候 心里面皈依就已经可以了 很多人对去个法名 办个皈依诊很重视 但这个有也可以 没有也可以 最根本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懂得佛教的基本的一些因果观念 前世后世甚至对经书的一些恭敬等等 我这次发现很多居士对佛教的水平很不错的 有些居士可能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在经书上跳来跳去 很可怕的 好像在经书 转经轮这些上面一点都不在乎 好像把它当作一般的东西一样的 很多现在的知识也许可能是有些刚刚开始皈依的 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今天跟大家说一下 希望你们如果真正成为一个佛教徒 我今天尤其是一些新来的 还有一些刚刚皈依的这些人 你们要多看一下 我给你们提供一个 或者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大圆满千行引导文》 这本书我们很多常著的居士是完全明白的 有些人每年都是看一两遍的 但是很多新来的居士都不知道 所以以后我们可能往上 现在各个书店都有请的 不知道学院有没有 所以《大圆满千行引导文》里面 人生难得 庶命无常 夜因果 还有后面怎么样皈依 怎么样发心 怎么样忏悔 怎么样修往生法 今生来世的所有非常完整的法已经讲了 所以我现在学了这么多年 然后自己归根基地的时候 我现在真的要想修行的时候 就落到《大圆满千行》上面 这个《大圆满千行》 刚开始学习佛法的人也要学 然后已经学了七八十年的 我们真的有些老和尚这些都是 从小都是接近活一百岁左右的这些人 他现在还在学习前行的内容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有些佛教徒 老佛教徒 你不要轻视他 《大圆满千行》我以前看过 我以前有了 那光是有了还不行 这里面的东西你没有 虽然你有法本 但是法本里面的这些知识你自相续不一定有的 那这样的时候一旦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法本就是法本 你就是你 所以法本里面的这些知识你没有用上 所以我们有些以前看过的人你们再三地要看 然后以前没有看过的 没有学习过的 慢慢不断地学习 以后我也想我现在翻译的这些应该是比较很珍贵的 我跟别人有些记者给我采访的时候 他们说苦才是人生 苦才是人生应该也是我亲口所讲的 还有这些里面应该说是很深深的道理 我自己认为有些人经常跟我说 你可以给我写个教言 非要把那个东西来这样讲的 其实我写的是 比如说苦才是人生这些当中 确实自己还是很认真的 凭我的这种智慧和能力来写了 这就是教言 除此之外 我最多给别人写个否则 但否则也不是成为教言 所以这个我觉得没有意义的 你真的要听我的教言 向这些世间浅显移动的 那么以后像《大圆满前行》这些也是 我们希望让很多人 他们有些出版社也像《大圆满前行》这些 也是跟大家来不断地 世人提供 这样的话 我觉得很重要 我今天主要提出来 希望你们不但是自己办个皈依诊就可以了 这次我看到很多人都得了灌顶了 得灌顶也是很好的 确实金刚舌头是灌顶的话 以后密宗的有些 包括有些大圆满的有些书 自己私下如果五十万加行修完了的话 你自己学一学 应该可以 自己看看书也可以 但是五十万加行这些没有修的话 可不可以看呢 看都是可以看 但是一般来讲 不一定是传承上师的这些智慧融入你的心 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说你基础都没有大好多 现在很多人不想修加行 直接就把大圆满真心部分看一看 看了也看不懂 其实你自相续没有进化之前 你再怎么样看 你这个基础都没有大的话 肯定不行的 所以我的想法 以后大圆满这些 如果你要看的话 最好先好好地修加行 今天我就跟大家 可能这也算是一个自己多年以来的一种学习经验 如果你按照这样去做的话 你们这么多的东西看 是吧 什么薄若瑟瑟第一品 嗯 这样的 这个我已经希望我今天说 一个是好好发愿 不断地发愿 同时认真认真地 系统地去学习 如果实在没有时间 自己好好学一些大圆满前行 今天我所讲到的 应该只有在三句当中包括 下面我给大家念个三十五佛忏悔文 说是谁说 skillskore的是 贵二宝振甩 关注入户ror述抗养 increase 大圆满前行 那既然讲 Contractive 因为在城的贸 listening 在这里的ope� nour属 dedicatedですね 在乃书上自己和宝贝罗牛称一个最后看到 寝兴路道 就算了 loopめて看如饼 是讲amment最后一件事就 political了 就一个不是 само Moż Tiffany 我总要觉得我先和我们的时候 他 onu讲 岳濮会对当然一点 某个人 locals家的 doors 因为我只是以为好能让自己 Gateな那段 Communication 我来讲 有一些计划 Clevelan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就想起全部 我怎么讲 等一会儿后面有个别的一些 前一段时间一直可能跟我有些 本来是我们佛教一般这样 场合当中见了面都是可以的 但个别的可能要求特别的加持 前两天也说了 以前已经做过加持的 希望你们不要重复来 重复来的话 我这边一个人也比较累 以前有些一直没有加持过的 这种人我也特殊开学 但有一个原则我那天也讲了 希望不要拿来供养 供养我也不愿意 连这一点你们经常说一脚封信 这一点也做不到的话 我们互相加持可能也没有任何的事宜 这一点我那天都是已经说了 说完了以后 反而有些人 这样的话 其实我这里也已经说了 有些是我不太愿意的 包括有些一直大声念 长久住世闻 这些都我心里不愿意的 不愿意的话 你们就不要去故意做 故意做的话 大家都不开心 除此之外我也觉得我们个别道友可能很远的地方来了 现在按理来讲已经传了法 不管在经堂里面已经见了都可以 但是有些也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牵制这些都现在没办法的 很多事情要说的话也没办法 但是短短的时间当中 就像那天一样的 这边女众从前面过去 男众如果有的话 或者坐这边的 往后面这样过去的话 我两边坐个般若说送来 坐个假设也是可以 这个本来是比较累的 但是我想有些人有这个要求的话 也应该下面空出一个时间 之前有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提个可以做个问答 今天也比较早 我看谁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据说我们这边道友们可以 什么工作人员 提话筒 大概十五分钟左右 然后我们连远海经水回向 回向完了以后 大多数都已经加持完了 你们回去就可以 可以 网络上的道友的话 你现在想下来修行也可以 或者说你再听一听 我们在现场的一些问题是怎么样 你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么观想就可以了 没办法 网上的人比我们 来 谁有问题 我要请问完整五十万家庭 请书上哪庭 站起来问 我完成五十万家庭 我想要请下课题书上哪庭 什么下课题书 嗯 修完家庭没有 修完了 就是五十万家庭 修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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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还想要按照一个闷谈谈 我想还要够养地上庭 那 好 以后再修嘛 还要慢慢修 嗯 好 好 请问上次 大志在起到完 在哪个地方请 我昨天没起到 在汉上学店的 然后是在这个哪里有扣送集里吗 是哪里的 有 对 谢谢 嘿嘿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看到就是有很多孙子的专业 但是就很少 而且其实我没看到就是 我现在没看到空情舞的专业 所以我就是在哪里停的问题嘛 所以就有这个疑问 有没有空情舞的专业 如果我是不是 就是不方便临床 还有能说但是呢 就是他很伟大 但是我也很想看他的专业 但是因为他什么话不会了解的症状 还有一个问题 但是下次您说要 可以把你干掉的朋友 但是你找到 也许先不说话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我看到很多发生还有这些 他也会很紧张 但是他没给想为什么会那么紧张 那我上题的时候 我发现完之后 这样他的问题一个是空情舞的专举 空情舞的专举很多的 包括现在我们这里英文的 有空情舞以下出家的专举 曼达尔瓦的专举 还有马迪拉准的专举 还有西雄堪珠玛 他的专举有非常多的 而且现在英国这边也有一些 女空情舞的专举 包括我最近也 学院里面有个别道友也在 看了这些专举之后 他们都生起欢喜心了 那天我们去美国哈佛大学的时候 我有一次专门去听一堂课 那个课他们正在讲 以西雄堂加空性舞的专辑 是以前有一个福藏大师 他就取出来的 然后他们用博士生和研究生 用这个课 然后里面有一些情节 当时以西雄堂加空性舞 跟莲花生大师面前 获得了空性心底的一些法药 在这个方面就讲了 同时当时那个老师 他就给学生们说 以西雄堂加空性舞的传记当中 他有一次遇到了很不好的 也就是说世间的一些坏人的强奸 空性舞当时这种行为 不但是他没有损坏他的整个名声 而且他的信心没有毁坏 并且这样的行为在他的生活当中 已经变成了助缘 并且没有产生任何的嗔恨心 后来他们下面很多各个国家的一些学生在评论 他们说有一个人在尼泊尔也遇到了这种现象 但后来因为他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之后对整个世间特别反感 有一个美国大概是在美国东边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但是这个人他是个修行人 后来他们在上波士道士的课上面 关于这件事情进行提问 后来他们都认为为什么以西雄堂加空性舞呢 一般世间当中都是很难以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最后他就没有变成了他的违缘 后来这个老师他说是因为当时一些作家空性舞呢 他是修行大乘佛法 而大乘佛法像这么严重的违缘和生活当中的痛苦 他可以转为道用 而且他就不会变成他修行和生活当中的一种障碍 后来他们共同认为藏传佛教确实也是很伟大 一般的世间人这种事情是没办法面对的 最后也是特别的痛苦 所以这一堂课我还是影响很深的 我们表面上看到好像这是一种女人的故事 听起来也是没有什么 但实际上的确也是有些修行人 跟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有些生活完全是不相同的 有些不同点佛法的作用 我们共同生活 但是修行人在他的生活的隶约当中 他有不同的诀窍 刚才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门座上师有传记 但是这个传记也不是很广 应该汉文的也有 藏文的也有 我想以后肯定会有比较广的传记 最后一个问题我没有听清楚 也可能不是很重要的 好像涉及到我的问题 所以不回答 我没有信中 因为我呢 是第一次来 原来我呢 现在是一个只能说是一个幸福 原来学密法 没了解过密法 但是我来到这里呢 发现了很多 他说 我感觉没有办法解答的问题 比如说师父们碾过的珠子 他不让碰 这个我不了解 因为在庆祖里可能就没有这样的说法 他说尤其被您加持过的 说不能碰 我也不了解 这是第一个 第二 还有一个听师兄说 有个舍利子 甘露丸 我都觉得很神奇 原来有那个上师 你简单说 简单 问问题 你觉得这些东西说 在修行当中起着一半的助力 有这样的说法 可以 是这样 我们密宗当中也没有说是念过得不能碰 应该没有 可能特殊的有些念本尊 自己可能比较执着吧 所以我觉得这些有些人可能说的 不一定是真正的佛教的道理 包括自己认为你碰他有点讨厌 他就用佛教来解课 不能碰 这是上师加持过的 对 有可能 还有后面你看有个烂死 很不容易 今天我们这边 丁丽 答案上师 就是请问 我看见您的书上说 好像就是有某某人 产生那个恶念的时候 他当下没有转为道用 所以都落了 然后我想请问 就是当下那个产生不好念的时候 应该怎样当下发觉 然后怎样转为道用呢 谢谢上师 因为他当下没有 比如说你遇到怨恨的敌人的时候 如果有些人当下转为道用的话 他不会产生嗔恨性 但你当下没有转为道用的时候 你真正产生嗔恨性 或者其他的烦恼 那以这个恶业造成因 就是最后还是会堕落的 这样专为道用 你以后慢慢学书菩萨经理 里面有 好 最后一个 或者先这边 感恩上师 谁说 我说 那个我今年64岁了 从黑龙江大庆来 我好像活到64岁 是今天最激动的 这么一生中最激动的这么一次 能和师父上师啊 近距离的说话 我都失望了 我觉得我来了半个月了 有问题没提出来 我想我后天就走了 我已经很失望了 没想到师父给了个机会 我要提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大圆满前行啊 我们已经修完了 92个修法已经 就是一次了哈 就是从开始到现在 基本上就是不敢说圆满 但是已经每做按照师父的要求修完了 然后我就修往生法 我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师父 我急切地需要你给我解决 我当我修往生法的时候 呃 啪的念完之后 就和这个阿弥陀佛 融入他的这个身体里之后 我这个脑子就疼得要命 我现在说的时候他也在疼 而且这个手啊 就这个地方 就是一层皮 如果这层皮没有了 我就有着脑子就刷脑箱弄出来 所以我非常害怕 你你自己自己问 啊 我就想让上师回答一下 我我还可不可以继续修 我不怕死 我死了就往生了嘛 哈 很好 但是我这个疼 而且这个地方就一蹶一蹶 一跳一跳的 嗯 好 哎呦 科目很大困难来了 我就想师父给我回答 OK 啊 谢谢师父 啊 这样啊 那个 呃 其实你不怕死的话呢 就是修应该没问题 啊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死了 干不干修 不怕死死 不干修 这样的 这个我们修往生法 其实它很深深的一种法 肯定有感应的 不同的感应 每个人的脉络不同 有不同的感应 但这种修法呢 根据自己的情况 有时候基本上已经修成了之后 可能就是念长寿咒 然后一段时间不修 一段时间就稍微自己提醒一下自己 比如说一个月当中修一次两次 就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不用长期的修 然后你要真正要接近 你往生的时候 拼命地就啪一次的时候 不但是你的这种身世融入阿弥陀佛 包括那个时候像刚才你说说的那样 会不会发生也很难说 我问的问题就是说 因为我以前也 阿淑上师叫我看过爹 我就是个上师说的好好的积枝 因为我在汉地许的道场好像觉得 我弟子有得了 有义务去护持 这样没有静静地休息下来 没有参加菩提小说 也是没有很好的修学 这次来到这里我想开往秀来 从这种修复好 好好修学是不是 哪个讲的一些佛法 我问的是 我在显州那边学了这么多年 然后我这次修行疲乏 会有矛盾吗 我与火远勇地显修 显密相修 谢谢师傅 太师傅 这个我刚才已经回答了 显宗和密宗不单不矛盾 而且完全都是可以融会关通 那么也希望 我们可能很多泡泡居士比较多一点 所以这也是我最近听到的名词 我听到这个名词以后 我这次开法会的时候已经用了两次 我觉得这个很好 所以确实有些人不好好修 每天都跑来跑去 最终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 所以我希望以后 不管是一直拿一个具象的上师 一直拿一个法门都可以 但自己还是要稳重一点 自己不要每天都自己也不知道 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活着的 这样可能不是很好的 后面有一个 师傅 阿弥陀佛 我的问题是 直接问 佛教说是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是诸佛教 请师傅开始 自尽其义是什么意思 自尽其义的次第如何 大恩师傅 诸恶莫作不要做任何的恶业 讲一般小乘道当中的一些内容 小乘道要强调不能造恶业 众善奉行讲大乘当中 不但不做恶业而要做善法 利益众生的意思 自尽其义的话 藏文当中调伏自己的心 也就是说 这个主要讲大乘当中的密乘 我们解释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的 在密乘当中不但不造恶业 还要做善业 同时将自己的心通过窍诀来真正地认识 让烦恼转为道用 也就是说烦恼寄菩提的话 那真正你的心变成精华 自尽其义的话 也就是说自己的心用自己去调伏 怎么样调伏呢 认识自己的本性 那么这样的这四句 实际上显宗密宗的所有佛法内容都已经包含了 这就是佛教的意思 请您开简 上师的心咒代表什么意义 上师每一位具夺的上师有他的心咒 他代表什么意义 那代表就是他的心咒 那么上师 弟子在您的弟子当中呢 众弟子当中不算是最有信心的 但是弟子相信无量的对您有信心的弟子 他们在期待着您的心咒 您是他们唯一的佛 唯一的皈依 请上师能早日开醒心咒 嗯 我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 您应该是想请问一下 发愿跟回向的区别 发愿跟回向的区别 发愿是这个善事还没有做 自己发誓愿将来要做 回向的话 早晚的善业的功德赐给其他的 所以我们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 既可以发愿 我将来利益众生如何如何 佛像行愿品里面的每一个道理可以呈现 然后回向的时候 我这次所做的这些善根 全部布施给众生 所以一个是过去 一个是未来 发愿就是未来的善根 那么回向就是过去的善根 当然回向当中有特殊的 也有三十善根回向 但是一般来讲回向都是过去的善根 好 最后一个答 天理当然是善师 我不是为我自己的问题 我是来自石家庄的您的弟子 有一位您的老弟子 他九八年的时候自己背着干粮来学院求学 他现在年纪大了 脱走不了路 他让我告诉善师法文和您的法 他没有荒废 传承没有断 他想要上师给他开释几句 让我给他带 他多少岁 今年快七十岁了 为什么七十岁做不懂 他的腿不好 他现在把自己的家庄养出来 给咱们学院的学院共修 他想着让上师给他开释几句 让我带回去 他供养了上师佛像 但是我不知道今天有问题 没带给上师 我明天交给您的施者吧 OK 好嘛 就要给他说 一个是经常祈祷法文如意宝 第二个 所得到的法一辈子不能放弃 因为自己很难以得到这种法 你得到之后放弃的话 太可惜了 第三个 要紧紧地修行 人生很无常的 什么时候来死亡 谁都决定不了 所以你死的时候 至少要做不后悔的事 这三点 好吧